人过了55岁 不管你多有本事 一定要关好这几扇门 晚年才能够幸福而安稳 第一就是关好自己的家门 拒绝多余的人 人生的路上 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到后来 大部分人都会走散了 你也不要去想去找回 如果你喜欢高朋满足的话 就会让自己很累 55岁之后呢 能够谈得来的人 只有三无知己 还有自己的亲人 不要请别人吃饭了 这样只会内坏了自己 更不能让不良商家 进门骗走你的钱财 第二就是关好自己的心门 学会独处 55岁的人要记住关好心门 如果心门不关起来的话 什么烦恼烂人烂事 伤痛等等都会涌进来 到时候你的心 就会变成一个垃圾中转站 把心门关上 外面的一切就和你没有关系了 你可以自己待一会儿 享受自己的生活 心门已关你的世界 马上就安静下来 风雨交加的过往 社会的繁华 从此都与你无关了 第三就是关好自己职场上的门 做个退休的人 到了退休的年纪 如果你不舍得离开职场 就会被人嫌弃 大家在单位上都是为了利益 而不是免费的打工者 不过因为你一把年纪了 就会照顾你 仍旧会排挤你 把职场的门关好了 无关一身轻 才是你该有的样子 记住 要在关好门的同时 选择合适的机会打开门 开门关门之间呢 展现了一个人的智慧 开门是诗和远方 而关门是一个人的风景 你说对吗